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 是黎族阿姐福秀英 童年时捕鱼汽水的地方 她和两个姐妹结伴 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 鱼网在水流湍急 且过溪的地方 像河坝一样展开 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 浑然不觉地进入鱼网的包围 捕获的鱼有大有小 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纸宽的小鱼 刚捕到的小鱼 就着河水清洗处理 切去背起和腹起 在腹部开口即可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找大的 酸鱼是最早之前 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 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 她说 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鲤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 早在远古时代 鲤族人就在这块土地上刀根火种 他们最初居住在靠近河流 港湾的山港上 后来逐渐朝全岛各地扩散定居 这个古老的民族 依旧保留着传统的饮食文化 我们下期再见 肉茶的制作也是如此 需要注意的是 在操作时也要绝对避免有油进入食材 否则鱼茶在自然发酵的过程中 就会生长霉斑 无法食用 将鱼米的混合物 紧实地压入瓶中 密闭封口 剩下的就要交给时间了 运气好的时候又补到很多鱼肉 你要一下子吃完也浪费 剩饭 剩菜 鱼肉就放在一起了 所以它就发酵了嘛 变成那个酸味了 使得那个味道更鲜美 中午饭点刚够 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 位于穷中离足苗族自治县 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 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这一场盛宴 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 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 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 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 五色饭 苗族 这个古老的民族散布在世界各地 据考证 海南苗族大部分是明代 从广西作为兵士争调而来 后落及海南 数百年来 苗族与这里的离足相互碰撞 交融 影响 虽然语言不通 但无论从服事 饮食 还是生活起居上 都非常相似 在海南岛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地鼠热带季风气候的海南岛 植被覆盖率高达70% 丛林密布的独特地理环境 孕育了古老的民族 离苗仙民们在丛林中的生活 让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如何与大自然共处 五色饭的制作便是苗族仙民取之于丛林的自然馈赠 赵海金和姐妹们 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 准备采集枫树叶 苗族人家都善歌舞 上山有山歌 彩叶有彩叶歌 一路欢声笑语 上树砍枝 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 四五米高的大树 连攀带灯就上了枝头 将枫树枝砍下 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落下 收入袋中 采集枫树叶 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 五色饭 除了枫树叶 制作五色饭 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 红兰草 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 一种叶片稍长 另一种则稍圆 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 分别采集 采集回来的植物之叶 在外人看来 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 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 她们即将各显神通 采集回来的枫叶 用刀背不断击打 破坏表面的保护层 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 加速渗出 加工好的枫叶 闷在桶中 用清水浸泡一周 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骰的物质吸出 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 直取汁水 加热煮沸 加入糯米后 略微搅拌 便像变魔术一样 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 经过蒸煮 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 采集回来的红兰草 清洗后 要用沸水反复熬煮 温度的控制 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那个温度的话 要看你怎么去控制 那个水温 我们也是说 感觉用水摸了一下 水温控制好的话 就比较好上色 如果水温太烫的话 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 就不好吃了 然后颜色也不好看 就看你的经验 多年的经验积累 在高温的作用下 汤汁将糯米染上红色或紫色 直到完全冷却 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忍 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 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 黄浆 黄浆色泽浓液 去皮 研磨沉没 在水中过滤几遍 就能让一锅清水 变了色泽 和其他的上色 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 煮沸 翻角 上色 现在最后一道颜色 也加工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海南栽种椰子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汉代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被誉为天水的椰子水 清凉可口 是炎热的海南 消暑解渴的不二选择 早茶师傅 不仅要会多种菜品的制作 手下更是要快准很 才能应付得起 一批一批前来的食客们 菠菜榨汁兑上高筋面粉 反复活揉 在早茶师傅的手下 精准地分成相同分量的面团 再擀成大小统一的面皮 用菠菜汁调制做出的面皮 颜色翠绿诱人 在美观的同时 也极大的增加了营养 除了本地北味 和来自广东的早茶文化 海南最为本土的一道名菜 就要数文昌鸡了 在海南无鸡不成宴 餐桌上 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 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 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 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 文昌是海南闽南文化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 从文昌一带 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树木庞大 在文昌 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 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 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 其味美 源自于优质的食材 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 文昌鸡以散养为主 除鸡能自由活动起 就被放之山野 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 海南人家常饮椰水 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 随手一扔 里面白嫩可口 营养丰富的椰肉 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 福之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昌鸡养殖与烹饪技术 代表性传承人 它最为拿手的绝活 就是白切文昌鸡 它的过人之处 就在这锅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老汤 每天上午 福之旺都要对老汤重新加料调配 味精 精盐 花生油 都是寻常调料 但用量多少 却是他家的祖传秘方 尤其是最后加的这一叠海盐 何时加 加多少 更是密不外宣 俗话说 好厨子一把盐 福之旺所用的盐 必须是海南本地生产的海盐 经过一段时间的筑藏 成为老盐 这种老盐 口感不同于精盐 而且颗粒大 盐分足 调出的汤底才足够有风味 每次调配 福之旺必须亲自反复品尝 判断用料是否足够 主要是调的比例 看对不对 比例很重要 还有因为为什么老汤 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 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 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 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老盐 就是说像当周有一个老盐田 他们出产的老盐 然后我们放过一段时间后 然后再拿出来老盐来调适 因为老盐它比较去火 所以说我们是用老盐来调适鸡汤 让汤味更浓 更纯香 文昌鸡的制作 以白切为主 做法简单 调味简易 并不做过多的加工 力图保留原味 突出其肉质本身的香甜嫩花 入汤前要先把鲜活宰杀的鸡 用开水焯一遍 取出后再一次清洗 才能入汤炖煮 我们这锅老汤的汤体到现在 已经是三十几年了 因为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文昌县城开店的时候 也是沿用主辈的开始成条老汤 到现在一直在沿用 包括我们在别的地方还有文昌鸡饭店 都会用我们这锅老汤的汤底 去那边做饮汁来调配鸡汤 入汤后 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 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 如此循环反复 是为了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 而且内外受热均匀 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 清菊也及人们经常吃到的金菊 产地主要分布在中国海南和邻国越南 在海南 这种清菊主要用于调味 趁着果实丰硕 外皮上清的时候采摘 这时的清菊果汁酸甜 却不色口 还有礼器化痰的功效 穷菜的一大特色就是保原风味取本地材 清菊也就成为了穷菜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在文昌基的蘸汁中挤入菊汁 不仅代替了醋的酸 还融入了果汁的清甜 蘸料的其他配料可以不同 但清菊却无可替代 此时 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 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 离火后 另放凉汤中浸泡 烧带冷却后取出 抹上一层香麻油 使皮色淡黄光亮 开始斩建桩盘 传统的文昌基一般以九分熟为家 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 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 淡淡的金黄色表皮上 光洁的颗粒连坠成网格 微微渗出的油脂 让它犹如丝绸般滑嫩 文昌基以这样华丽的外表 开始了 吃文昌基 少不了它的最佳搭档 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也称鸡油饭 挑选鸡身上不含油脂 最为肥美的部位 大火煸炒 让鸡油和米饭充分混合 炒香后的米饭再入蒸锅 加入鸡汤和锅底残余的油脂 让米饭在鸡油和鸡汤的双重加持下 充分吸收文昌基 鲜美的精华 这样制作出来的鸡饭 颗粒完整 熟而不烂 油润软滑 香浓味正 融着浓郁的鲜美鸡汤 甚是爽口 一道文昌基 半步华侨石 伴随着华侨们 在南洋谋生的脚步 海南鸡饭 火遍东南亚 扬明海内外 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 最为魂牵梦营的 家乡的味道 每一天 胡适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 开始一天的工作 十多年来 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 淋水酸粉 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 起源于灵水 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 喜爱 是海南本地最富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 灵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 都要在时刻们到来之前备好 中文字幕质 speed 最后就是 因此 米中文字幕游続 如果大家可以再肯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能炖出一锅香气四溢的海鲜粥 剁碎的鱼块加在白粥中 缓慢炖煮 让鲜味充分释放 在等待的同时 服务员在一边刮着椰丝 优选成熟的老椰 雪白的椰肉 在特制工具下变成丝状 混合一些葱花香菜 调出鲜香的味道 这些椰丝是为了另一道美味做的准备 把鱿鱼清洗干净 中空的腹部填入提前备好的椰丝 这道菜就是独具海南风味的椰香鱿鱼 舔好的鱿鱼在油锅中炸至熟透 切段便可食用 椰香鱿鱿鱼 不仅拥有鱿鱿鱼的鲜味 还有椰子的清香 一锅刺豚粥 一大盘椰香鱿鱿鱼 人们在甲板上 随着海浪起伏 畅聊 一品美味 海上餐厅的独特韵味 也在这时候达到了高潮 在离海口市不远的红树林景区 淡水与海水交接的中间地带 是生蚝养殖的最佳地段 水面上漂浮着的成片竹架就是 是养殖生蚝的地方 现在生蚝以插竹养殖为主 将合适大小的竹子插入海底 盐绳绳把尚未成熟的生蚝苗串起固定 放入水中等待自然成熟 渔民们停靠在养殖区 解开绳子就可以将已经成熟的生蚝一串串拎出来 一大早 商贩们就要赶往附近的海岸 从相熟的渔民手中收些生蚝 去壳清洗后 就驱车送往各大酒楼 这时候 主厨陈东川早就等在水产区 准备挑选今天酒店所需的食材 这些还可以 小了一点 但是比较肥的 对于这个眼光独辣的厨师来说 什么样的海鲜最新鲜 怎么挑 甚至细节到挑哪只 它早已胸有成竹 今天比昨天的好很多 生蚝的选择 一摸 二蚊 三捏 手指触摸在蚝肉表面时 触感温润 光洁如玉 放在鼻下一蚊 略带腥味却不冲鼻 还有一股大海自带的咸味 基本可以确定 是早上新开的蚝肉 它蚝从很新鲜拿上来 然后它有一股海洋味道很明显的 很清香的那种感觉 一个要看蚝头 第二个我们要闻一下好的鲜度 第三个我们要打开 看里面的它的生蚝 吃水还饱不饱满 饱满的话证明它今天才能 从海里面扑捞过来的 各类海鲜都经过陈东川的精心挑选 对于他来说 食材好坏是一道菜是否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些琳琅满目的海鲜 将在大厨们手下变成一道道精品佳肴 打造成一桌丰盛的海鲜盛宴 对爱吃生蚝的老涛来说 最上乘的生蚝本身腥味小 肉质可口 生蚝作为绿石性贝类 容易在体内负极致病性微生物 但是海南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纯天然的养殖方式 保证了蚝肉的干净无污染 这就诞生了生蚝的另一种吃法 起净入咳 直接生吃 一碗拉面 再配上蒸熟的蚝肉 撒上葱花 米椒 一碗富有营养 又能饱富的蚝汁拉面 就完成了 生蚝的营养价值极为丰富 富含维生素 钙 牛黄酸等 尤其是其中大量的蛋白质和芯 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 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有很大功效 生蚝 以其丰富的营养价值 鲜美的味觉体验 成为了大海味道中的极品 在海南 广阔的大海 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丰富的资源 穷菜厨师们针对不同的食材 不断开发新的烹饪技巧 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要属血螺和海胆的制作 血螺入口集脆 简单烫煮 加酱汁调味 巧妙地掩盖了腥气 提炼了血螺的鲜香 海胆可食的部分 叫海胆黄 只占海胆权重的8%到15% 浓缩了所有的营养精华 打好的鸡蛋充分搅拌后 可以直接倒在海胆内 经过15分钟的清蒸 又一道美味诞生了 主厨陈东川 正在和同事们研发一道 全新的菜品 糟粕醋海鲜 海鲜的制作向来崇尚本位 这一次陈东川打算 给海鲜添入糟粕醋 让其能够适合天南海北的 各类游客 也为本地的食客提供一种新鲜的吃法 糟粕醋是海南当地的一种路边小吃 这种用灯笼辣椒和米醋熬制的酱料 配合粉丝海草 熬制出的汤汁酸辣爽口 常常被用作人们打边炉的汤底 在街边的火锅小店里 清汤或麻辣都不是首选 糟粕醋才是海南人打边炉时最钟爱的口味 制作出能与海鲜完美搭配的糟粕醋 是这道菜的核心 吃个下 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糟粕醋的鲜味 陈东川决定用海鲜汤来调制汤底 丰富味觉的层次感 做海鲜一定要下油煸炒 煸炒以后 还能提出锅气的味道 记住这点 鲜味一定要提出来 但是不能整个过去 留学这么好 还差了一点 鲜味要涩不够香滑 浓厚的辣 清香的酸 再配合椰奶的丝滑 经过不断加工 陈东川终于得到了自己满意的味道 汤底表面浮着金黄色的腊油 轻轻搅拌 可以看到底层像牛奶一样的汤汁 浓郁却不浑浊 在反复的调试下 愈加丰富可口 工生觉得应该是在把这个传统的东西 把它挖掘出来 把它挖掘出来 提升到它层次感 层次感 层次感的丰富感 让更多的客人能够接受 因为海南现在就注冒港了 内地客人来的也多了 然后人家要给到人家吃到 很有满足感的产品 我们多次的尝试 做好多次 吃的吃都失失败过来 在各大酒楼里 各类海鲜争其斗艳 无论是鱼虾贝类 还是海胆龙虾 都被装点得亮丽多彩 大海的味道 也在不断的开发中 得到了升华 大海 在厨师们手中 变成了味觉的艺术 福俊杰 网上人称海哥 是一名美食博主 在全岛范围内寻找美食 是他最大的爱好 海哥经常在直播平台 为观众们展示海南的各类美食 性格开朗的他 也在海南慢慢打响了名气 直播之外 海哥也常和朋友们外出采风 吃遍大街小巷 一边和兄弟们享受美食 一边收集视频素材 海口 作为一座极具生活气息的城市 不只有文明侠儿的早茶 下午茶文化 还有充满美味诱惑的夜市 对于时刻而言 夜市是心头那抹不去的诱惑 我在哪里的 这里是海口市网红打卡的不二选择 作为美食博主的海哥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海口 最热闹的夜宵圣地 我们下位了 吃了这个瓶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是从就近海域捕获的 海哥选择了一些鱿鱼 杂鱼和青虾 价格十分便宜 对一顿夜宵来说 却是非常丰富了 白酌吧 白酌呗 用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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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 来 做鱼包 做鱼包 新鲜的 新鲜的 谢谢 小店的菜单 大多不设菜名 食客们只需要 把自己想要的加工方法 告诉老板即可 蒸 煮 炒 还是烧烤 店家都能满足 白酌大虾 这个是我们刚刚的活蹦乱跳的大虾 我们直接白酌 超级鲜甜 海哥选择了油炸鱿鱼 白酌大虾 这两种自己最钟爱的吃法 还有一种吃法 是只有当地的老饕才知道的美味 杂鱼包 顾名思义 杂鱼包 几把选购的小鱼 品种不限 大小不同 大杂汇式的炖在一起 可以说每一锅杂鱼包的口味 都会因食材的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味觉体验 哇 我们的杂鱼包来了 来 哇 这个就是我们的杂鱼包 为什么叫杂鱼包啊 就是里面什么样的鱼都有 把它放到砂锅里面 这个是鱼鱼啊 白鱼鱼 认得出来它的样子吗 它这个实际上砂锅 最传统的做法 就是放一点点酱油 然后家里面有条件的 放一点冰糖 在热闹的海鲜市场 人们尽情享受着美味 海南天气炎热 人们习惯晚睡 所以海南的夜生活十分丰富 与夜市相伴的各种夜间小吃 尤其是海鲜类的小吃 无论中意什么吃法 喜爱什么品种 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人们抛下烦恼 忘记工作 在夜色和美味间欢乐地交流 满足着味蕾的欲望 缓解着一天累积下来的疲惫 海的味道 在这个不眠的夜晚 再一次成为人们舌尖上的慰藉 这是刚钓的一条狗牙金枪 上钩不久的狗牙金枪 在船上被现场制作成生鱼片 这顿无比鲜美的海上晚餐 是海钓人最期待的美餐 来咯 金枪鱼来咯 来咯 东哥来东哥 这是今天刚钓的 吃个新鲜 这两天的辛苦也随着美味被一扫耳光 海南岛的吃有四大特点 一是新鲜 二是天然 三是奇特 四是丰富 来自大海里各类海鲜的做法中 生鱼片最能体现这种亲近自然的食文化 取下一块五骨刺 五皮的金枪鱼肉平放在砧板上 左手按住鱼肉 右手持刀垂直向下 用推刀法顶刀将鱼肉一片片切下 切生鱼片的刀是特制的 且不能沾水 好的烹调师傅能用这刀 将鱼肉切得薄厚均匀 精致美观 没有经过传统的炒 炸 蒸等烹饪方法的生鱼片 营养物质完全没有流失 是一道极富营养的菜肴 除了刀工之外 美观的造型 也是生鱼片的一大特色 故装盘这道工序尤为重要 多选用半圆形 船形或扇形等精美餐具做成器 再以新鲜的番盐碎 紫苏叶等蔬菜做配饰料 这些配饰料既可以装饰和点缀 又可起到去腥增鲜 增进食欲的作用 在近海的地域 海鲜类食材的获取方式更多 这种各类生鲜拼盘 争其斗艳的场面 是海洋给予舌尖的馈赠 清晨 人们带着些许的遗憾准备返航 老饭突然想起来 一个一直挂在船尾 以放流方式下耳的鱼竿 还未收起 鱼耳随洋流随意漂浮 大有愿者上钩的意思 但是恰恰是这只被忘却的一杆 突然传来了解报 贪圆费是这只被船尾上钩的意思 《法律拉在天》 接下来 《法律拉在天》 大呼 七代已久的大型金枪鱼终于上钩了 这条狗牙金枪鱼重达一百多斤 体型几乎与一人等高 如此巨大的金枪鱼 即便在海钓人的眼里也极其稀罕 人们纷纷合影留念 庆祝着这个不小的收获 这个意外的惊喜 也为这次出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海南宾村山农场 一场欢宴正在进行着 老人们唱起的这首歌叫《哀忧妈妈》 是一首来自印度尼西亚安问岛的名歌 这些老人大多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从印尼归国的华侨 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 偶尔相聚在一起 起舞 欢歌 品尝着童年记忆中的印尼风味 在聚会的另一边 老人黄灵珠正享受着温馨宁静的家庭时光 回国后 黄灵珠在农场与儿子儿媳 经营着一家印尼餐厅 在难得不需要忙碌的时候 黄灵珠打算给家人做些传统的印尼点心 果果丝 类似中国的米粽 将炒好的肉馅与糯米卷成条状 以芭蕉叶包裹 碳火缓慢烘烤 让芭蕉叶的味道充分注入到果果丝中 在等待的同时 两人要去园中采摘制作下一道糕点所需的材料 斑蓝叶 这种生长在东南亚的香料 随着华侨们归国的脚步被引入国内 是印尼风味中最具代表性的味道之一 斑蓝叶 自带浓郁的草木香气 味甘甜 可以为食物增添清新香甜的味道 九层糕是印尼传统糕点中最经典的味道 挤压出的椰奶纯香可口 增加顺滑的口感 斑蓝叶打成枝叶 与加入椰奶的糯米粉充分混合 呈淡绿的粘稠状 椰香与叶香 两种来自热带雨淋的味道 是纯天然的馈赠 搅拌均匀的汁水 在蒸盘里浇上一层 入蒸锅后 蒙火三分钟 等待第一层液体逐渐凝固 取出后 需要重复以上步骤 一层椰奶的白 一层斑蓝叶的绿 如此反复 直到蒸满九层 有耐心的主妇 还会在其中 加入掺杂了可可粉的两次 让色泽更加丰富 在印尼 九也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九层高便是蕴含着 长长久久的寓意 在锦临农场湖边的家中 老人赶去参加聚会 年轻人则开始了温馨的下午茶时光 好吃 吃糕怎么做 好 糕 贵 贵 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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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忱中的印尼味道 让归国的华侨们 似乎在这个下午 回到那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邓飞是从小受印尼文化和中国文化 双重影响下成长的一代人 专爱美食的他 在市区和朋友 合伙开了一家印尼风味的餐厅 哈喽 财 过来了 我爷爷出生在印尼的万龙 然后就坐船 然后回到中国 我就一直就在冰村山华侨农场 很多老华侨建在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我们农场的话 印尼风俗这一块是很浓郁的 所以现在做这个美食 就想尽量能留住吧 把一些当时的老一辈的传承能够留下来 所以才选择做这个 邓飞今天要做的两道菜 是椰香咖喱蟹和巴东牛肉 琳琅满目的配料 都是为了炒制咖喱而准备的 所有配料中 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形似长毛的植物 香茅 香茅也称柠檬草 是制作咖喱最为重要的一味配料 自带清新的柠檬香气 尝起来却辛辣刺激 邓飞从不使用配制好的咖喱粉 炒制咖喱一定要用新鲜食材 通过不同种类的香料搭配 来达到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味道 香茅 黄姜 圆葱等配料 一一切碎到烂 让颗粒尽可能细小 才不会影响口感 可以讲咖喱的意思 印度是印度语引译过来的 在印度语的意思就是说 各种香料的融合就称之为咖喱 咖喱在不同的人手中诞生不同的味道 下游大火蒙炒熬制 直到咖喱汁逐渐粘稠 香味四溢 下蟹块翻炒 让咖喱充分裹鞋蟹壳 香味融入蟹肉 再加入印尼风味中不可或缺的一味 椰奶 翻炒收汁 起锅装盘 巴东牛肉需要的则是耐心 牛肉在清水中和沙兰叶炖煮半小时 再下椰奶闻火慢炖 香茅段 辣椒丝配合咖喱酱料入锅翻炒 与炖烂的牛肉进行新的融合 缓慢收汁 直到酱料的味道渗透每一条鸡肉纤维 海南岛是中国最大的热带宝地 热带森林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植物资源丰富 因地处热带 岛上多出产热带水果 海南拥有热带水果的品种数量 在全国及世界都十分罕见 是海南各项物产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项 各类水果 争其豆艳也成为海南风味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王卓芳是一家甜品店老板 以水果为主题制作的各类冷饮及甜品 在气候炎热的海南 一直是人们清凉解暑的不二选择 水果甜品并不稀奇 可如果是搭配牛肉或海鲜呢 把水果做在菜中 这种独特的吃法 在海南本地却是一种家常 火龙果因外表像一团愤怒的红色火球而得名 果肉却如同香甜的奶油 质地温和口味清香 鲍鱼有着餐桌黄金 海珍之冠的美称 肉质细嫩营养丰富 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孕育了其独特的美食文化 这两种海南盛产的食材 一味甘甜 一味鲜美 搭配在一起 别具风味 菠萝 岭南四大名果之一 果肉丰厚 口感香甜 有消暑止渴 消食止泻的功效 在海南 菠萝搭配牛肉 是最常见的吃法 菠萝的汁水 可以让肉质更加顺滑嫩 其中的酸味可以去腥 甘甜 则让耐嚼的牛肉 增添了味道的层次 无论是火龙果配鲍鱼 还是菠萝炒牛肉 这两样水果菜 都彰显着海南本土 最独特的风情 在所有与水果有关的美食中 最让王卓芳念念不忘的 要属海南本地 最为传统的食物 椰子一巴 海南栽种椰子的历史 已有两千多年 作为重要的热带木本油料作物 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 全株各部分都有用途 树上的椰子分为两种 青绿的是嫩椰 棕黄色的则是老椰 这种因挂在树上太久 而流失了大量水分的老椰子 却是制作一巴最好的材料 落下的新椰就地打开 清甜的椰水 富含蛋白质和葡萄糖 是人们忙碌后 补充能量 清热解暑的最佳饮品 在老椰的外皮上撕开一个窄条 两个椰子相互捆绑 架在便单上 方便携带 椰子一巴是海南民间的传统小吃 这种类似糯米瓷的小吃 需要用糯米做皮 小时候 王卓芳的爷爷奶奶为了养家 做起了卖一巴的小生意 现在 她依然保留着那一袋 墨米粉用的石墨 墨盘支支压压的声音 仿佛让自己回到了幼年的时光 糯米在石墨的碾压下 变成洁白如玉的米汁 比起机器的加工 手墨的糯米粉颗粒偏大 做成的皮也会更有弹性 流出的米汁 需要一段时间的晾晒才能使用 这时候就要开始加工椰子 椰壳刮净 敲出壳内剩余的汁水 用抱丝工具将椰肉爆出 生长时间长的老椰子 内部的水分不多 容易加工 而且椰肉紧致厚实 味道也更加浓郁 无论是入菜 做馅都是最佳的选择 炒制椰丝 最传统的做法 需要加入姜粉和红糖 椰丝和红糖混合 这样的搭配在保留了椰肉清香的同时 不会过甜 也不会淡而无味 椰肉本身富含脂肪 炒制后更加晶莹剔透 色泽诱人 脱水的糯米做皮 椰丝入下 揉捏成直径5厘米左右的圆团 采摘椰子时顺手采下的椰树叶 简单加工 折成圆环 则是用来盛放一巴的纯天然容器 用椰子和糯米制作的一巴 历史远远流长 象征着喜庆 吉祥 在海南民间 是逢年过节必备的食物 也是拜访亲友时最佳的伴手礼 大火蒸半小时左右 内外熟透 香气四溢 在这个周末的下午 一家人团坐在饭桌 享用新鲜出炉的椰子一巴 传统的小吃 搭配王卓芳为家人做的两道水果菜 凑成一桌海南最为地道的农家饭 对一个海南人来说 这桌晚餐就是家的味道 也是回忆的味道 在生产海味的海南 常常也会把一些看似奇怪的食材端上餐桌 海螺 这个中式餐桌上的西客 在西式厨师的手里变成了美味 香煎海螺 制作方法取自韩国 食材自然是海南的特产 这种大型的海螺运输成本大 保鲜难度高 所以只有在沿海的国度或城市 才能有机会尝鲜 蒸熟片好的海螺肉 加上姜丝 蒜末和白糖 腌制少时去除腥味 腌好的螺肉 下蒜粒打底的油锅 缓慢煎制两边熟透 边缘微焦 肉制紧致的螺肉 在香煎的烹饪下更加脆爽 对于海南本地人来说 海鲜的做法较为单一 但是随着新的烹饪方式不断引进 不仅扩大了食材的范围 也为海南本地的饮食文化 注入了新的血液 陈家胜一个被厨艺耽误的书法家 在他看来 美味是舌尖的艺术 也是视觉的享受 中菜西作是一种融合 增添中国元素 则是一项新挑战 食材不在于多 却在于精致和彼此搭配的层次感 选鲜嫩的成麦地瓜 去皮改刀 成圆环状 油炸至表皮金黄 透熟酥软 玻璃虾球的制作 便是一个以海南食材搭配西式做法的典型 海南本地的虎虾 每只以半斤为佳 肉质甜美 口感爽脆 富有弹性 是主厨心中的虾中之王 去除头部及外壳后 白嫩且富有弹性的虾肉 在蛋清的包裹下 更加剔透诱人 以淋洒的方式 让虾球受热 最大限度的保证原味的鲜美 提前处理好的蟹黄入锅 反复熬制 鲜香的蟹黄汁 则负责着这道美味的第三层味道 也类似有点像西式这种做法 但是原料还是用海南地的一个食材 包括剥一下球 很老在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用到一些手法 盐菊鸡本是一道特色传统客家菜 也是粤菜中的一道招牌菜 文昌盐菊鸡与粤式的做法相近 用盐粒和鸡粉涂抹全身 让调料充分腌入鸡皮 再将切好的葱姜塞入鸡身内部 起着提味去腥的作用 接下来用砂纸将鸡身包裹起来 即可入锅 这时候主角就要登场了 那就是制作盐菊鸡时 必不可少的调味料 海盐 在中原一带 人们常使用矿盐 井盐 但是在四面环海的海南岛 海盐才是当地厨师盐中的 调味之王 位于海南杨浦半岛 盐田村的千年古盐田 距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 被誉为最早采用日晒的制盐厂 也是至今保留最为完好的 原始民间制盐工序的古盐厂 盐工们根据海南岛高温烈日的特点 改变过去主海为盐的方法 用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沙 浇上海水进行过滤 制成含高盐分的卤水 再将卤水倒在石槽内 经曝晒制作成盐巴 一千多个形态各异的 艳势石盐槽密布海滩 至今 盐田村仍有三十多户盐工 每天在这片盐田上 研习着一千二百多年来的 古老方式劳作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曝晒 卤水中盐分慢慢吸出 形成一层洁白的洁晶 这种盐巴颗粒大洁晶透亮 不仅盐分足 还包含着海水中丰富的矿物质 天然纯净 天然纯净 晶莹洁白 闲中带鲜 经过长期放置储藏的老盐 不仅口味更佳 还有着驱湿化淤的功效 文昌机的制作方法可以五花八门 但是海盐是厨师们唯一不变的用料 它老盐的话 它年份的沉淀 包括它对矿物质的沉淀 它的独到之处 老盐它你拿在手上的话 它是很透明的那种感觉 我们一般的盐是白色的 老盐它毕竟它为什么透明 它里面含一定的水分在里面 它矿物质也比较高 如果说我们要不拿老盐具 跟拿普通的盐具 它是两种口味口感 入锅前 需要在锅底铺一层海盐 然后将包好的鸡入锅 再用一整盆的海盐 将鸡身完全覆盖 这才可以开始连火加热 在加热的过程中 盐力逐渐变得滚烫 海盐自身的水汽 带着盐分蒸腾出来 一点点渗入鸡身 砂纸隔绝了鸡皮 与盐力的直接接触 避免烧焦或过咸 只让水汽反复 透过砂纸的小孔 运送盐分 大火蒸出水汽后 改为小火慢炖 大约半个小时 当锅边溢出一股 浓郁的奇香时 这道盐菊文昌鸡就熟透了 经过盐菊的文昌鸡 表皮微焦脆爽 颜色偏黄 和白切或隔水蒸鸡不同 它鸡皮脆爽 肉质酥嫩 尤其是在海盐的熏烤下 有一种独特的咸香 成为了食客们 津津乐道的美味 在穷菜中 经常可以找到 其他地方菜系的影子 这个年轻的菜系 在1988年海南建省以后 才逐渐趋于完善 形成独特的地方菜系 由于积累上前 在创立初期 就吸收了大量 其他菜系的风格 这种博杂 也让穷菜在无形中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除了盐菊之外 文昌基还有很多移植于粤菜的做法 比如吊炉烧机 也是一种广受好评的文昌基新做法 吊炉烧机在文昌基的各种做法里 是最为复杂的 单式用料就有十余种 在用料上 每个师傅用料的比例成分都有不同 十多种用料完全混合在一起 充分搅拌 均匀地涂抹在鸡身内外 然后就是长达四个小时的腌制 经过腌制的鸡肉内外 带着浓郁的料香 皮色发暗 这时候 就要用滚烫的开水 反复冲洗 去掉腌制后 附着在表皮的残渣 之后 刷上皮胃上骰用的皮水 入冷藏室 进行为期七个小时的风干 风干的工序最为耗时 却是每个师傅都不能略过的重要步骤 风干可以使皮水充分渗入鸡皮 上骰均匀 烧制后 表皮的每一个部分都能色泽均匀 光鲜油亮 而且 经过长时间的风干 才能让表皮在烧制后更加脆爽 风干后的文昌鸡 入吊炉烘烤 在木炭焰火的炙烤下 慢慢成形 在吊炉的时候 它就会跟我们的烫火产生一种共鸣 结合了我们烫火的那种自然的木头的香味 烧了以后 它那个鸡的皮 包括它里面的肉质 它的香就非常好 成品的吊炉烧鸡色泽红亮 皮脆爽口 肉鲜骨香 口味咸鲜 这道名菜不仅在粤菜中广受好评 在海南 人们也一样钟爱着吊炉烧制后 文昌鸡别具韵味的口感 穷菜融会了缅月的烹饮技术 吸收了本地黎苗民族的饮食文化 同时还引进了部分东南亚风味 形成了中华烹饪王国 一只年轻而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菜系 椰子树是海南的省树 海南岛也由此称为椰岛 随处可见的椰子树 把这里装点得更加逸腻 椰水的口感与采摘的时间息息相关 清晨 椰子经过一夜的糖分沉积 椰水最是甘甜的时候 到了下午随着养分的吸收 椰水中的碳酸含量也随之上升 椰水的味道开始发酸 略微色口 清凉可口的椰子水 更是被当地人视为天水 当椰子到了穷菜的厨师手里 竟然也变成了常用的美食伴侣 而和椰子搭配起来最为完美的食材 非文昌鸡莫属了 椰子鸡中就是一道椰子配鸡的经典名菜 椰子鸡中是我们一个很传统的名菜 早年我们的那些老师傅就拿这个菜 去参加了全国的盆栏大赛 拿来精抢 这个菜的话 当时在我们海南的话 早期是我们一般宴席 宴席必须要做的一个菜 也是我们一般拿来 接在我们一般的重要客人 取老椰子一个 锯开顶部将椰水倒出 越是成熟的老椰 椰肉的香味也就越浓 趁清早摘下的老椰 壳内服一层浓郁的椰油 椰水的口感也正是最为清甜的时候 这种椰水才是做汤的最佳材料 椰壳内留一半的椰水 再加入一杯纯净水 我们炖汤倒掉一半的椰子水的话 它喝起来的汤水 就跟糖水一样很甜 各炖一半的油 它吃它的那种 它的甜度能够吃中一点 然后客人在吃的时候 它吃的时候就很清甜 分别加入火腿肉 莲子 红枣 香菇 更有讲究的还可以加入药膳 增加汤的滋补功效 最后加入切好的文昌鸡块 撒上少许盐成粉末的老盐 提味生鲜 盖好盖子即可入蒸锅 开始蒸煮 椰子鸡中需要炖煮一个半小时以上 才能出锅 长时间的炖煮 让鸡肉和椰肉的融合 达到了最佳状态 炖好后的椰子鸡汤 掀开盖子就能闻到一股清甜的椰香 混着鸡汤的鲜美 让人垂涎欲滴 汤里的鸡肉不仅吸收了椰子的清香 也吸收了配料的营养 清甜可口 酥烂一嚼 这道耗食近两个小时才能品到的美味 一直是文昌鸡与椰子的绝配典范 椰子配鸡 还有一种更加亲民的吃法 打鞭炉 也叫做椰子鸡汤 和吃火锅类似 一样要在锅中加料涮菜 锅中倒一半的椰水 再加一半的纯净水 放入切好的椰肉和剁成小块的文昌鸡 一顿打鞭炉的食材就算配齐了 约上亲朋好友 配上啤酒饮料 几盘鸡肉下锅慢慢炖着 各色蔬菜在鸡汤里打着滚 咸行夜话 三言两语续着 美好的人气 让美食更美 吃文昌鸡 少不了它的最佳搭档 海南鸡饭 在新加坡一带 海南鸡饭的名声 远胜文昌鸡 也是多少漂泊海外的穷籍游子 最为魂牵梦营的家乡的味道 海南鸡饭也称鸡油饭 其实就是用炖煮白切文昌鸡后 剩下的鸡汤来煮饭 甄选优质的大米 洗净滤干 倒入鸡汤 反复搅拌 等到米饭 在鸡汤的炖煮下熟透 再加入刚出锅的鸡油调匀 这样制作出来的鸡饭 颗粒完整 熟而不烂 油润软滑 香浓味正 融着浓郁的鸡汤香味 甚是爽口 除了海南鸡饭 剩下的鸡杂也可入菜 海南本地有一种野菜 俗称捞叶 属于胡椒科 自带浓郁的青草香气 和鸡杂炒在一起 又可以做成一道家常小菜 捞叶鸡杂